夫妻分床,日落必亡 我和我老婆是大学同学 那个时候因为她的成绩很好 所以每次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她都是全年级第一 而且每次在颁奖的时候 需要长都会着重表扬她 所以从那一刻我就已经对她产生了好感 并且也希望她能够在每天有空的时候 帮我补习功课 有一次在放学的时候 我就让她帮我补习功课 没想到她竟然答应了 这让我感觉到很开心 就这样我们两个人每天都会相处在一起 时间久了 我对她也越来越有感觉 渐渐的大学生活毕业了 于是我回到家跟我父母说了这件事 他们也感觉到很满意 就带着我去她家丧门提亲 过了半年时间 我终于和我的老婆 在父母的操办下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们生活得很幸福 她为人善良 孝顺 对我的父母也非常好 于是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很融洽 在我们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她就怀孕了 这让我父母他们很自开心 因为他们早都小 因为他们早都想抱上孙子 然后在晚年的时候想亲福 于是在我老婆怀孕期间 我妈妈他们也特别的照顾她 每天都会给她做不同美味的饭菜 因为女人在怀孕期间脾气很大 所以我的父母 他们每次都在做什么事之前 小心翼翼的 生怕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 而导致我老婆不开心 渐渐的十个月过去了 我老婆为我们家生下了一个男孩 这让我的父母他们更是开心极了 可是我发现 自从老婆生了孩子以后 她对我的感觉就越来越冷淡 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关心我 并且每天把心思多放在孩子身上 于是渐渐的 当她出了月子之后 因为我们都知道 当一个女人在坐月子期间 男人是非常渴望 因为她们不能够和自己 心爱的人发生一些关系 所以当我老婆出了月子之后 我就像往常一样去找她聊天 可是我就一不小心碰了她一下 她竟然给了我一巴掌 并且很生气的对我嚷道 你这个流氓变态 我当时一听到她这样说我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的生气 我真的没有想到她生气 就因为生过孩子之后 对我的态度大有改变 我真的很不理解 在孩子一周的时候 我老婆提出要和我分床睡 我就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每天和我待在一起 看见我就感觉了很反感 而且影响她的心情 我当时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 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老婆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我很爱她 所以我只能忍痛割爱 与她分床睡觉 希望这样能够让她 保持一个健康的睡眠 有的时候我都在想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七情六欲 那该有多好啊 这样人就不会为了爱情 而伤透了头脑 现如今很多男女都因为爱情 往往失去了自己的性命 现在我老婆她又这样对我 我心里很委屈 但是又不能去向别人述说 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 有的时候 当我一个人静下心来 回想一下我老婆对我的态度 真的是有苦说不出的滋味 我真的很累 如果她再这样下去的话 我真的怕自己承受不住 而导致和她离婚 所以小编在这里 还是劝那些分床睡的夫妻们 如果心里还有对方 那么就不要选择分床 一次两次无所谓 时间久了 你就会发现 对方对你的态度 也会有所改变 在茫茫人海中 相遇真的很不容易 一定要学会珍惜彼此 切心且珍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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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